古一说今天要帮我买新衣服了 帮他捣刺捣刺 你看他还穿着我收的那个什么睡花 大家好 我是大亮 看一下我们已经出东北了 原本是打算和古一各回各家 回家过年的 但是我们临时决定来一次年货节 一起直播卖年货 说实话 这会儿直播卖年货有点晚 原本是已经放弃了 但是古一一直鼓励我 因为咱们这个条件 你们也知道 所以说人还是得再努力 再拼搏一次 这样的话 接下来才有更好的计划 然后明年的旅行 才能够更加顺利 比如说明年 就是2023年 很多人会出国旅行 这也是趋势 那我的话 如果不努力的话 肯定是没这个条件 上次我们卖货 其实口碑还是挺好的 很多人反应质量很好 然后价格也便宜 但是也有人说不好 反正怎么讲 如果说你买回去 这个东西不行 还是可以跟我们讲 也可以退回来 这个都是可以的 我是希望大家这个钱花的物有所值 那今年这个直播 然后我们一起去逛街 给自己买件衣服 买件红色的衣服 这样的话卖年货 比较喜庆 走了 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 这边也不算太熟悉 看成都这边吃的东西很多 到处都是小吃 好久没有看到白摊的了 看一下成都这边 夜市是真多 而且真防滑 城都这边是真防滑 古一说今天要帮我买新衣服了 帮他捣刀刺 你看他还穿着我收的那个什么 真的是太幸福了 你们帮我买什么衣服 红色的喜庆的 他还帮我买过年穿的衣服 然后明天直播卖货 也咱们穿 对后天直播卖货 我穿着喜庆一点 是不是可以的 看这边好多人直播 我们看这个春夕路 是真不错 真防滑 看这个好不好看 多少 649 你感觉好不好 这合格式 你穿那个尺码是合适的 行吧 可以吧 这个多少钱一件 我过去看一下 他两样打八八折 连这样应该是339万人多少 339 我看一下 三百九十九 三百九十九 对两样八八的 好贵呀我 谢谢 要不我帮你也买件衣服 是不是你帮我买件 我帮你买件吗 这个是古一买的啊 走走走 这只毛衣好贵啊 好贵呀 他他还付出那个就是不想卖下分穿的 还赶不上我们直播间卖的衣服真的太贵了 都是五六百一件的那个毛衣还有不不叫什么 这个就就对对刚才那个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然后都六百多毛衣 对我们直播间卖的毛衣才六十九 好贵呀 其实你穿的那个酒服特的是太贵了 对 要换粉底液的话 打上去 买了一个口红啊 从来不化妆的人还买了一个粉 吃个炒饭来喝个提花汤 炒饭炒面炒粉 来 来我们两个这个衣服没有买成功 然后跟他 对然后跟他买了一只口红 现在我们在这边吃点夜市吧 朋友们 明天我们就去选品 大概是不是后天 就是大号天 开始卖年货啊 也是我们最后一场直播 希望大家会陪着我们一起度过啊 好了朋友们喜欢我们两个的点个赞啊 谢谢你们